所以老师就说这个第十八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多难懂 懂到什么程度呢老师就说我们前面这里有七位祖师了 再来第四位就是道座禅师道座禅师一生讲官无量收监两百遍 那么来送他教化的人很多 可是道座禅师他还出现一个弟子谁呢? 赞导大师来继承他真正懂得南无阿弥陀佛才赞导大师而已 所以 仏法是十八岁一层行的话要是日本的仏教 日本人的仏教是这个仏教的 这个仏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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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仏教 那么老师说佛教的仏教唯一同传十八院的教法就有日本而已 所以就是说日本的仏教的仏教 但是也因为他们很专的过于专的缘故 所以反而我们这次带来这四张图解呢 就是说日本的佛教族反而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是十八岁的仏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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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中国的仏教的仏教的仏教是难 老师说这个仏教呢 其实这个仏教很难 要明白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十八院仏教的仏教很深 很广 很广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为什么无量寿经以第十八愿最重要呢 因为第十八愿是父母亲的亲 是阿弥陀佛的佛心 他在讲佛心 讲父母亲的心 对孩子的心 讲佛对众生的心 讲父母对孩子的心 因为佛眼来看众生 佛跟众生虽然是两个存在 但是他们是同一个命运 佛对众生 你如果没有得救的话 我就不成佛喔 所以佛他跟众生是一体的 所以真正懂得十八愿的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孝顺的人 这样懂十八愿的人 他一定不会对父母不孝 所以在日本呢 这个呢 就是说呢 不懂这个十八愿的人 就是不孝顺的人 有个人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一定会有这些 但是你自己的父母 不孝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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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不论呢 你多么呢 多么 就是说 努力的念佛呢 多么就是说 好像很精进啊 去那个 寺院啊 但是呢 如果对自己的父母 不孝的话 那样的学果 都是假的学果 好 那么呢 第十八願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教老師剛才講過的 就是慈母親 就是父母親的心 那麼呢 原來父母是這麼樣的疼愛我 當你對阿彌陀佛有這種心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懂得第十八願願心的人 這個樣的人也是真正的念佛人 就說我們這時候有很多媽媽 那你們有當媽媽的經驗就知道 有孩子的那種心情呢 你們有標領著孩子嗎 所以當你這樣自問的話 你就要懂得阿彌陀佛對中風的心 那麼所以呢 所以來宣佛的人女種比較多 那麼呢 那個老師又說 就是在這點上面 男孩子就比較吃虧 因為一樣是做父母的 母親的心跟爸爸的心不太一樣 對孩子的心不太一樣 但是 但是就是說 是爸爸的教育好 是媽媽的教育好 那個好話很難說 就是 那 那 他 超過時間 好 我們請老師6月或7月來香港 我們請老師6月或7月來香港 要請的了 6月或7月 老師說她覺得自己跟香港這個原因很深 老師說如果她已經80歲了 如果自己往生的話 什麼時候拖胎到哪裡去 我想她可能會拖胎到香港 你們姐姐再來 待會我再說 然後她就是放棄這個 當時的佛教的那種 我們說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那種模式 然後他們就是下這個山 然後到這個監督來的 然後就是傳這個監督正宗 所以在日本監督正宗 他們是就說學習監督正宗的人 他不要求你一定要出家 就是以在家的身分來學這個教法 然後他們就說學習監督正宗 對於是 所以這次 然後 審議的職刑是不可能的 所以 阿弥陀佛的本來的宗教 ここから 我來自我 自我落語的 所以 阿弥陀佛的本來的祝福 而且這裡 這裡 然後 這裡 就可以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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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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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就是說 當晉如宗 晉如宗的徒生們 當他們到 像李瑞山到京都 來傳這個煉國的訪問的時候 因為 出家的人很少 不可以出家的人 煉國的訪問一傳到京都的時候 他的信譜一下子就增加很多 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被阿彌陀門救助 因為這個世間充滿苦惱 你如果繼續在這個土海裡面 沉存的話 你要流浪到什麼時候 所以到這個本院訪問阿彌陀門的慈非教法 在這個京都被 傳開的時候 煉國的人到處大街小的都聽到 煉國的聲音 那麼 就是因為這邊的人數 他一下子增加很多 所以原來的 就是 這個生傳啊 就是佛教的教法 他們就是說 因為這裡是提堂 是在教佛教 那這裡是出教佛教 那麼這裡越慶盛的話 等於是這裡的人數會減少 慢慢的信這裡的人會減少 所以他們 都可以讓這裡的那麼慶盛 所以他們就開始打壓 打壓這裡 那麼因為這裡 來欽養這裡的人都是高官 顯貴都是有政治力量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有那個政治的力量的人 他們就透過這個關係 就打壓這裡 就是 彈壓 然後 把這裡就是 我們說的 主腦人物 忠心人物呢 都抓起來 給他犯罪 那個 我們說的 放逐啦 那從這裡呢 有青藍色的人 就可以放到這個 當時這個日本這個地方 是沒有 就是很偏僻啊 沒有開 還沒有開墾的地區了 放到這裡等於是 讓他好像自生自滅了 那麼 因為這裡 在這裡是那個 很冷的地方 這裡下雪啊 很多 很深啊 所以到這裡進入都是 不是凍死就是人死 就是餓死這樣子 那麼 反而上呢 他就被放到這個世國來 這裡在當時 當時都是很偏僻的地方呢 還沒有 反省死 所以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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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斉峡 曹白 曹白 從曹白 一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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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所得的 教導 一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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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 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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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途到这个我们说的现在的新线线 意思就是说要让他自圣自灭了 但是你有想到说 这么被灭的地方也有住人 那既然圣人他被放途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是在那里 就是教那些农民跟打鱼的 就是农民跟农民 就是教他们念佛 所以没想到在这里 那个念佛的总之就是传开来了 在这个地方 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是遇到中国 等于是中国宋朝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中国宋朝是中国比较弱的 因为他纵魂侵服宋朝 所以呢那个宋朝的话 第一不是被那个金人捕到北上去吗 被抓走了吗 所以这个宋朝他就是 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军事那个什么 战争多啦 所以呢当时那个宋朝呢 他们所那个出版的大仗经呢 为了要避难逼那个战火呢 他们就就是从中国呢 做那个船啊 船运到那个日本来 那么因为当时在这里有那个港口呢 所以这个宋版的大仗经呢 刚好赶快到这里了 那么金人善人 因为他被放读到这个地方来 刚好有这个机会呢 阅读到这个大仗经 所以呢 就是说 你也想到说在这里呢 这个念佛的总之就在这里呢 就是在那个就是开发的开发结果了 开发结果了 看 你就是什么不容啊 我就 我就什么中国不外 什么变啊 那个宋末 元朱的时候 那么呢 这个元朝是那个趁吉思汉 他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很强盛 很强势啦 他呢就通到这个中国的版图来 所以那时候南宋 末朝呢 这个中国的高僧大人呢 他们呢 就搭这个船呢 就呢 往运到这个日本来了 那么呢 如果既然是能 他是 留在京都的话 因为京都他没有扣海 他就碰不到这个 这个大仗 看不到大仗经人 因为刚好他被放逐到关东来 这里有港口 然后就 他就 就是顺那个姻缘啊 能够带逐到这个大仗经人 所以今でも呢 我们本来就今 这个四国 四国 有些小型 游整广 三国 三国 四国 大仗的 四国 有些小型 有一点 的 四国 四国 对 地元 四国 我見て以下流 所謂的流派が達成的 狂犬の流派が達成的 一旦 丟臉 一旦 四旦 八旦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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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什麼問題 那麼到現在這個當時那個被流 就是流罪的那個影響 他說是佛來啦 那麼因為法文上人 他的時代他是教人家念佛 所以在這裡這個禁虎中 禁虎中的誓願現在 這是我相當的佛 就是念佛的啦 那麼這個金門聖人 因為他被流放到這個新一些關東地區 住的這個地區到現在 真宗的門土相當的多 他們也是念佛 那麼那個金門聖人 他在這裡就是因為有閱讀到這個 有這個大上經 他在這裡有這個休學的機 學研讀生物經常的機會 所以他在關東 他完成了他的居住那個教情信正 那麼一直到他等那個60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流罪已經被赦免了啦 那麼大上60歲的時候 他才回到這個京都來啦 那麼因為以前呢 都是用走路的啦 這裡 當然他回到京都的途中 這裡住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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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上住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就形成一個 一個我們說的 我們說的一個 一個我們說的 教團吧 回到京都的時候呢 這其中 他經過好幾年啊 好幾年啊 然後他也就是這個 好有很多的 就是說 地址很多的 你跟隨他來 所以這個到現在這個地方 很多都是那個金門聖人 是因為現在都在 好 那麼呢 所以那現在 那個 地區的不同 他們的名字就不一樣啦 所以現在呢 譬如說 把他這個 從這樣子統一 揮納起來呢 現在呢 就是有十派 那就是 就是這樣 所以這十派 就是這樣子 產生出來的啦 太子 太子 那蘇女士 讓他讓他做什麼 那個 那個 那這個 比如說 他這個 因為每個人呢 他各有斷場啊 所以因為他教課的方法不一樣呢 所以他這個 就是說 譬如說依子他的人 就有的人喜歡這樣的教法 有的人喜歡這樣的教法 所以老師要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這裡是香港 譬如說這裡你們有出五個很優秀的人出來了 譬如說你微信 你到香港這麼大 你就到新界 那以後就叫微信 微信派 然後那個什麼決心 你到哪裏 然後原因到哪裏 這樣子 這樣快就出來了 因爲這個教堅的集団 集団是現在的 古典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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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十年了 十年了 那麽呢 他們就是說 很可取的就是說 他們雖然有十派 但是這個是 因為有這個歷史 有這個歷史的背景在 所以呢 它這個是 雖然它有十個集団 我說的 就是說 一個教團在 但是他們所講的內容 都是講安孟羅姥德本院的 這對是